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种做法 那有的同学可能动作比较快 我们直接来 老师就直接来做一下 我们直接用绿灯就好 绿灯 那么绿灯一开始我们输出为0 然后每次我就去增加这个数字对不对 那每次要增加数字 如果你用刚刚的原先的做法 就会比较慢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来增加一个叫做变数 那变数的意思 变数的意思就是一个会变的数字 那这个数字是可以变化的 可以透过数学运算去做调整的 好 那我们就这一个是要变的数字 那我们就用一个数字来取代它 用一个变数来取代它 所以我们就建立一个变数把它叫做亮度 那你有了这个亮度之后 我们就把这里放亮度 所以你每次要点灯的时候 用的是亮度这一个里面的数字去点灯 那亮度一开始是多少 我们就要给它做设定 所以初始值的设定呢 就把它设定为0 然后这时候点灯点的就是0 然后这接下来我们要让它增加 所以亮度就要做改变 所以亮度就要做改变 那我一次加20 我如果一次加20呢 那我可以重复 这个动作可以一直重复 对不对 今天加20 这一次点的是20 然后我如果再加20 下次点的就是40 再加20 下次点的就是60 那我可以一直重复 那重复的次数呢 可以由回圈来控制 对不对 你看这边在控制这里有回圈 重复几次 那因为这个数字是要有上限的 所以我不能用无限重复 所以我用重复几次把它包起来 那如果重复10次的话 它会加到从0加一次变20 会加到200 所以不管你要重复几次 不能超过255 那我们先用10次 或者用12次 12次就会加到240 对不对 那240把它放进来 那你会发现最后一次呢 你这一次点完灯之后 最后一次加20 变到240的时候 你就结束第12次 就会跳出来 对不对 所以最后一次点的应该是220 不会是240 所以最后一次没有点灯 对不对 好 那没有关系 那你也可以把它13次 让它点到240都无所谓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是吸气的部分 慢慢变亮 慢慢变亮 所以这时候亮度呢 亮度它最后一次点的是240 可是加完是260 对不对 加完是260 那接下来我要吐气 吐气呢 动作一样是有亮度要缩减 然后一样有点灯的部分 所以我把它复制 把它整个复制一下 但是这时候请你注意 我们刚加到最后一次是260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一次就要先减掉 好 所以我改变的地方要变成减的20 我每次减20 因为这个出来最后是260 所以我每次减20再去点灯 所以第一次点的会是240 那减到最后会是 减到最后是0 应该会是0 然后你再去点灯 所以最后一次会整个熄灭 好 所以这个是吐气的部分 最后还是0 所以当你吐完气最后是0的时候 我下一个循环就要吸气 然后吐气 然后吸气吐气 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用重复无限次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 然后连接到当率息被点 好 这时候我们的积木就完成 积木就完成了 好 我们来检验一下 我们来检验一下 我把医疗医疗放在这边 好 当我Action 率期点下去 好 有点闪烁对不对 好像没什么规律对不对 为什么 对 因为太快 对不对 太快 眼睛来不及看对不对 所以不要忘记哦 等待一秒哦 等待0.1秒 我们先试试看0.1秒 好 0.1秒 我们重来一下 Action 有没有 越来越亮 越来越暗 越来越亮 越来越暗 好 跟着呼吸 吸气 吐气 吸气 吐气 好 有没有感觉了 那我们也可以检查一下 各位同学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里是不是有数字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字 是不是刚好在0到260 260是没有点灯 260如果有点灯呢 那这里就会出现不正常的 不正常的亮度 对不对 所以很明显的 这样是OK的 跟我们猜想的一样 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数字 有不正常 或者是 你的这个亮度 突然有跳一下跳一下 很诡异 那你就要检查这个数字 是不是在范围里面 好